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Hello 大家好 又是到TOYS TV玩具堂的時間 今晚這個是講 看題目的話大家知道是玩具市場消息 其實又不是市場消息的 但是像一些個人見解 都是跟最近市場上的動向 跟大家聊聊 因為答應我自己 要繼續做這些節目 多忙多辛苦都盡量去做 因為看到很多不同人士 業務人士都很努力去做自己的崗位 所以我自己都提醒自己 要用心做自己的崗位 當然做直播 做TOYS TV 只不過是其中一部分的工作 其他工作我都會用心做好 大家要用心做好 相信這些時間大家都會上網 今晚的題目似乎 又不是嚴肅 正經一點 可能比較適合業內 或者有興趣參與 這個 我們叫收藏品玩具業的朋友 聽的 當然玩家當然是很歡迎 但是不知道會不會 可能會悶到你 發覺香港觀眾的口味都比較 快上快下 而且都很實在 我自己做和TOYS TV的定位 其實一向都不是純粹去吸人的眼睛 或者取觀眾去做作為主 所以通常都可能會發覺 有時的事情會更個人 尤其是我自己做會更加 有時會更正經的一面 因為我自己是在一行做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都 有負擔 或者有承擔 好了 今天講這個節目的 命題 就不是之前一些大熱的問題 大熱的題材 大家很興趣去聽 很多不熟的TOYS TV 或者我的朋友都會走進來看 上次有幾個節目 但我有時都要平衡 不是每次都要講一些 最多人想講的話題 那麼 早幾個星期 大家正在忙 我自己也上了上海 其實剛剛 上個星期間也上了深圳 那麼 本身社會上有些事情發生 直播也變得不多 我們自己也停了一些直播 但是同時呢 雖然社會發生了一些事情 我們自己工作也需要繼續 做好自己的本份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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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讀書的時間 其實都 都會嘗試關心社會 或者做一些 我自己年輕人 當時認為是對的事 都很熱血的 說真的 詳情不說 認識我的朋友可能知道 那 因為我只是說玩具 我不是說社會 所以我儘量都要分個開 如果你想知道我年輕 我做過什麼 那 私訊談 OK 那麼 所以 其實 到了這個年紀 我們現在的崗位上 我們就需要做回自己的本份 所以 都要做回 都要咬著下關去做自己的事 因為 其他因素影響 自己要放慢了腳步 反而發現 做得不好 好了 說了理由 先說回 戴頭盔 然後再說回 一些事情 去完 上海 Wonder Festival 剛剛 之前的weekend 又去了 Ron Ingris 一個個人的展覽 在深圳 發覺 令到自己的心裡 多了很多想法 還有 為香港的 同業 或者行業 想起一些事情 所以 有感而發 就做了這一集的節目 這一集節目 可能是會有三集的 可能是 閉加火藍 喜歡 過癮的朋友 是要三集滿死 可以不看的 是不是 那麼 我會怎樣說 我會分開三個角度去看 第一 從香港本身的角度去看 另外第一角度 就是從國際角度去看 第三個角度 就是從內地市場的角度去看 香港的玩具業 將來如何發展 這是我的個人意見 我不敢說 一點什麼 純粹是一個很個人的意見 但是 大家當然喜歡聽 或者分享 甚至有些分享 在留言 也絕對歡迎 因為我講話 有多少人相信 或者是否真的 Hello 黎駕榮 有多少人認同 其實不知道 但是這個不重要 重要就是 我覺得 我認為我自己應該可以 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好了 所以這一集 我們先講 去完兩個內地的展覽 先講一下內地市場 對這個行業的影響性 先講一下 就是 WONDERFACT 其實是比較硬線條 就是一些 模型 傳統比例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男士比較適合的 因為有很多圓形 很多手把 但是 去到很男性化 又不是的 因為 再男性化一點 就是 是全模型 全部比例模型 軍事 歷史 遙控 政態模型 有些像 幾十年前 我們一些 成熟一點的朋友 玩的 Hello各位 成熟一點的朋友 玩的東西 譬如現在 三四十歲的朋友 可能沒有玩過 甚至沒有興趣玩的 所以 內地市場的 市場容量 跟香港來講 很不一樣 我暫時不比較 我先講一下內地 不過市場容量是多的 從一個數量上 當然不用說 一定是大和多 另外 從一個 產品的多元性 和產品的類型 這個容量 都是大很多 我在北方看見 他們都是玩歷史的 比例模型 遙控的東西 可能地方大 可以玩遙控 很大價 1比6的 金屬的遙控坦克 這樣 數量又很大 所以 內地市場容量 這麼大 其實就會 能夠 令到 很多不同類型的 公司品牌 或者 相關的 業內的崗位 都有很豐富的 可能性 這是內地的好處 其實 我之前也有些機會分享過 就是 有 日本 日本應該是一個 玩具業的強國 其實 不單只是他們的文化 或者他們的技術 或者經驗 歷史史然 而是 本身是一個龐大的市場 這個龐大的市場 我覺得反而是最重要的 即是說 你有多少經驗 和能力 如果沒有市場的話 其實 做出來的產品 或者一些作品 就很難去 繼續發展下去 當然 你可以說出口 現在世界經濟一體化 趨勢這麼大 但是 始終就是 每個國家 每個地域做的事 都是它很獨特的文化 氣息 或者歷史的遺跡 或者過往 是很不同的 所以 有一個大的市場 是非常有利的 本身 日本是一個 發展了的國家 經濟也好 而且 他們對 傳統文化 對玩具的重視 也很不同 當然 他們配合了很多動漫 電玩 的行業 令到玩具業更加強大 所以 一直都令到 日本的玩具品牌 以及 市場 有一個很豐富的發展 這裏不說 這次是說內地的部分 所以 其實現在的內地 已經具備了一個 很龐大的 一個大容量市場的條件 當然 潛質和發展客的空間 其實還有 有的 所以 你相信 其實 藉著市場的容量 是可以 造就到 這個行業 繼續發展 甚至是高速發展 OK 好了 再加上 我又去了深圳 Rollinglish 個人展 我看到 除了一些普羅性的玩具 或者大眾化的玩具之外 一些藝術化的 或者高端的 或者口味比較特別 一些作品 或者產品 都是同樣有市場的 當然 都是初起步 其實很多的 玩家 買家 其實說真的 我看得出來 包括自己在內 都不太認識 一些藝術家 或者設計師的 經歷 或者製作背後的 一些意識 但不要緊 有愛就可以了 有愛 你會慢慢再看之前的書 再看之前的東西 你就明白 這個不重要 因為沒有人一開始 就會 什麼都懂 什麼都很聰明 很專注 最重要是大家不要介意 追回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市場 又在 這個是藝術玩具 再高一點 我叫做高端一點 另外 女生市場 也有 例如 STS 是很女性化的 這個市場 我覺得 唯獨是內地一齡 再大一點 再 厲害一點 所以 三個市場 的版法 加起來 我還未計算 四個 我叫做比例性 傳統性的 一些 模型 妖控玩具 這個 是女性化的 潮玩 第三類 是藝術性高的 藝術玩具 高短一點 另外 第四類 其實是最大類 可能 在香港最大類 男性化 比較硬線條的 一些 一些 產品 例如 高達 軍事模型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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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士 喜歡玩多些 但男士市場 也有很多 有些是動漫市場 電玩市場 軍事市場 或者高端一點的 收藏品市場 其實也有很多 四個版法 在內地的 情勢 我覺得 很有條件性 繼續發展 所以 有這麼大的 市場用量 的地方 絕對可以做 一個更大的 行業 當然 有些地方 是完全入口 即是說 有大市場 但沒有工業 完全入口 這個絕對不奇怪 但我相信 在客觀形勢 內地一定不會有自己的產業 因為本身的生產鏈 都是很豐富的 另外再說 業內的事情 即是市場 再說 業內 人才 和資源的配置 大家都明白 內地的生產人才 是不少的 從最基礎的 我們不要叫低段 基礎的工業生產 到中階 即是一些加工 再到高端的 產業 可能會有高端部分 當然 不是太多 都會有這種人才 生產線 所以其實 有這麼好的生產鏈 就一定可以推動到整個行業 亦都可以推動到整個市場 那我做資源配置 行業 我們選擇的工廠 全部都在 但是 資源配置是什麼 我形容 其實是一些 其他部分 是 是 好IP 資源配置 一會一會講一講IP 多謝你提醒 資源配置 其實有銷售 市場 文化 很多經驗 行業和市場的人才 經驗都很重要 很多時候 我們上來地工作 會發覺 有些 當一個行業初起步 例如說電影 你會發覺 上去開芳 或者做一些朋友 他們會 一方面 有機會做 另一方面 都會遇到很多困難 就是 人才未培養成熟 會產生很多 一些情況 當然會慢慢克服 現在是 所以 資源上 是有 但是 人才的培養 條件性 未到達成熟的階段 但是 另外一個資源部分 就是 內地的資源部分 就是 私人部分 例如 私人企業 或者小企業 或者獨立設計師 香港這部分 也很強 我們留在香港一集 再講 但是 內地 什麼強 他們很多大企業 很多大企業 他們很重視 有兩種 重視就是 我覺得你很重要 但我不做事 有些就是 重視就是 我很重視這件事 甚至那件事 還未發生得很好 我仍然投放大量的資源 這種才是真正的重視 我認為 前者是一種 我知道很重要 但是 我知道會重視 但我沒有做事 而內地 很多大企業 是後者 他們看到 這個 玩具收藏品 其實他們看 就不是看成一種玩具 或者是一種產品 他們看成一種 是一種 文化產業鏈裏 一種 沒有說是附屬 其中一個產品 即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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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產品 他們的看法 有點不同 我覺得 大家的看法 令到 整個 工業 其實是 提升了 或者多了空間 去發展 因為 做這些產品出來 不是單純 為了 一些愛好者 或者收藏家 或者玩家的需要 它是 兼顧了一些宣傳 或者深化了其他 它的本頁 或者IP 的一個功能 即是 其實玩具 本身 已經不是產品 硬彈 是包括宣傳品 或者你叫做入屋 或者是要滲透的工具 所以 舉個例子 當你有一個很強的IP 就只能看 看完之後 你會忘記了 或者它沒有續集 沒有片集 你就沒有 但是 如果通過一些產品 其實可以令到 事情更長 而且 人人都知道 有件產品在手上 就好很多 因為 你能夠觸摸到 和它再 產生多一種連結 除了看完 情感上的連結之外 原來 有物理上的連結 即是可以摸摸一隻高達 咦? 是這樣的 摸摸一個 譬如 星戰的白兵 咦? 原來 設計真的很漂亮 因為看電影 看不到這麼正式 但是看一個立體 即是 實在產品 你就完全感受到整個設計 原來很有型 很漂亮 所以 這個 其實很重要 而我在做了這行一段時間 其實都不聽到 業內的朋友去看這件事 反而我在內地 接觸一些工作夥伴的時候 發覺他們是這樣看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看法 其實香港的同業 真的可以參考一下 當然 我在這三集裡面 都會穿梭 可能講國際 講外地 講香港 有些比較上的事情 所以我會拉回去 所以 這個 香港是很少見的 即是 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自己孤流寡民 即是 我用了一個不正的方式 去處理我自己的工作 或者 那個 那個 產品 但原來他們看得事情 比較立體 我覺得 因為這樣的話 他們的投放更加大 我舉個例子 我不講公司的名字 內地一個很大的企業 真是很大的 在跨媒體的網絡平台 他們 有一個 叫做 原創的 一個部門 或者叫做 社群 他們裡面 竟然超過有七位數字 即是八個百萬以上的設計師 不是 玩家 是設計師 而在那裡容許 或者叫做 造就一班設計師 在那個社群 或者一個圈子裡面 發表自己的作品 而最終 他們甚至是會投資 開發一些 衍生品 不一定是玩家 可能是 Premium 可能是做一個Folder 可能是 例如 我創作了一隻 叫做 大肚貓 大肚貓的筆 大肚貓的筆 大肚貓的書包 他們會做這些 而在香港這麼多年來 我就發覺 似乎每一個行業各自為證 而沒有嘗試去連結 又或者大肚貓 究竟他們有沒有想到這個部分 即是電影公司會拍電影 但他們不會想到 IP如何延續下去 80年代 90年代 香港很多經典電影 其實基本上沒有產品 當時 後來我們 譬如Figure 介紹了很多 拉肚貓 這是好事 但其實沒有連結 不是你連結 是沒有一個連結 在當中 這是有點可惜的 但現在內地的做法 其實已經不是 一連串 一男子的 部署和計劃 已經完成了 完整了 你說 相對美國 日本 是不是這樣做呢 我覺得以前不是 70年代以前也不是 電影就是電影 卡通就是卡通 漫畫就是漫畫 但是 因為他們先走 美國再走 我經常說漫畫是70年 可能更久 我不太肯定 Gindap也是40年 他們在過程中 由原創IP 或者純粹一個電視 一個電影 一個卡通 或者漫畫 發展下去 其實是單一的行業 但是 發覺原來 市場的潛力很大 然後 慢慢就開始商品化 或者一些大企業 可以看到這件事 尤其是迪士尼 一個表演者 他基本上 他做了一個電影 根本就想起主題公園 想起產品 想起時裝 當然 電影的捧紅大明星 不需要說 大家很明白 大家很聰明 但是 其實迪士尼 是一連串的事情 他已經做了 當然 初初 他好像一個 盲龍點證 收少少授權費 OK 不是很自在 但是現在不是的 而現在的迪士尼 在美國 其實他們 利用正面 不是的 是運用一些 叫做 授權商 例如 licensee 他們的產品 作為 他們其中一個宣傳的工具 這個大家看得很清楚 如果是並眼睛看到的 沒有壞事 以前的東西 紅了 就出過 Star Wars 公仔 現在不是的 是出了 那些產品 來配合電影的宣傳 好事來的 因為更加強 你無處不在 最近看那些 十年的 迪士尼 那種 神父奇技的 市場 大家已經可以 一目了然 所以 經過這麼多年的 操練之後 去到現在內地 他們因為 遲起步 但是更加要做 等於我們以前 玩電腦 就由 286到 560 原來 內地市場 可能是沒有玩過 560的機器 一跳就跳 對的 如果你從一開始 逐級 你追不到 由於有這麼龐大的市場 更加需要發展自己的IP 但是發展自己的IP 我相信內地一定有些先天性的困難 不是說有沒有人才問題 而是市場 和文化 我覺得自己的華人文化 經常都是 比較難造就 華人的 創作者 設計師 或是藝術家 什麼都好 各樣都是 比較困難的 所有天王巨星 各行各業力 其實都是歷練過很多的洗禮 去到外國 紅回香港 或者紅回大中華圈 所以 這是 所有 或是精明的企業家 都提到這一點 所以他們現在 不斷尋求這一點 所以 根據以上幾個觀點 其實所謂內地的 大企業 對玩具 或者他們 就包了他們的文化產業 其實就是很大的支持 很大的支援 度度抄 我不反對 其實所有的創作和設計 都是抄的 我講的 不喜歡 不適合 就無所謂 因為我相信 真正創造者 其實世界上只有一位 只有一位 就是那位做物主 大部分的支援 其實就是 在世界環境裡面 拿了很多概念 我暫時不見過那種概念 是橫空出生 我在地球裡面找不到 相同的東西 我舉個例子 我已經講過了 不過我再講一下 Predator Predator 那個頭是一隻蟹 我也是蟹 當然不是一隻蟹 但那東西很像一隻蟹 走出來的 有些像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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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像蟹 就是這樣 即是說 其實所有的設計 在裡面 真的是互相仿效 好聽的就是致敬 甚至你說 貶易的就是抄襲 那麼 抄襲、致敬、仿效 還是 合成一個很完美的設計 這個真的很抽象 要大家談 甚至有時候 法律上也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例如Rollingrich 我再講一下 他的創意 其實很有趣 好過人 但是 但是 其實他也是拿回現實 裡面看到的 圖片 去做 當然 這位大師 他不是真的 純粹借人家的形象 來做些事情 他裡面 包括很多諷刺 批判的思想 這個正正就是 自己小弟 讀了一點 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就是藝術的功能 其實藝術是要反映當時的社會 和一些批判性的工作 反映 或者沒有批判 去當時的社會 一些上映的情況 譬如 最近的新作 蒙洛麗莎 有一個小孩 大小孩 有狗牙齒 這是他典型的設計 但是 其實 我們看到的 廣東話 不怕 一個肥的麥多朗叔叔 原來 這個肥的麥多朗叔叔 當年 他 我聽說 我不敢肯定 自己是否正確 他就批判自己的麥多朗叔叔 一個肥的麥多朗叔叔 就去那些麥多朗 就去 派一些他自己的作品 為什麼呢 他就說 他告訴大家 原來那些食物 是Junk Food 是不好吃的 或者是不健康的 所以就創造了那些印象 所以他不是純粹 是借人的印象 叫做炸一筆 或者讓人注意 而是他還有故事 說的 所以這個 你可以說設計 抄不抄 那些 不要介紹 因為剛才 有官組 那件事 但是他也是很時間去說的 所以內地 他是有困難 沒錯 先天性有困難 因為 中國人不喜歡中國 或者華人 不是很喜歡華人的東西 外國人打功夫 是比較厲害的 中國人打功夫 應該可以的 轉兩下起 就飛退 很正常 時間差不多了 我都不說太久了 因為我都要控制時間 所以呢 這個 內地有一個 他們很重視的發展 就是說 他是看到市場 看到錢也好 什麼都好 總之他們看到這件事 他們是會有一個 系統性的配合 就是電影 IP 電視 IP 跟著產品 諸如此類 因為其實 美國 日本已經示範了好模式 給大家看 當年 要發展自己 這類的東西 其實根本 應該是這樣做 所以都很正常 而香港 就沒有了這件事 沒有了這個連結性 沒有了這個連結性 沒有了這個跨行業的連結性 其實這件事 是靠中小企 或者設計師 或者藝術創作者 是不可能單打獨鬥的 是做不到的 大家都很明白 在行業裡面 做創作的朋友知道 他們有一個創意 但是沒有錢 或者不夠錢 很多藝術家 很多創作者 花了一生的積蓄 不是精力 積蓄 去做自己喜歡的作品 產品 到最後 有成功的 但是也有很多 不成功的例子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影片都會說 大家都很明白 或者都會想到 有不同的故事 當然有很多原因 它是 不能夠成功 在市場上 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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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產品的本質 不適合 很多原因 這裏不用說 但是能夠彈起的 是極少 極少 極少 七年 開支大號 其實要多謝 多謝自己 多謝了自己的太太 更加多謝 就是跟他合作的公司 這裏不說 是柴仔 但是 那個合作的公司 花了很多時間 去栽培 或者造就一件事 是很值得 去大家學習 或者去 欣賞 不要讚了 不要讚了 只是學習和欣賞 研究 不要說致敬 不要說去模仿 因為 原來是花了這麼多時間 事實上是 所以去到中小巨 或者單人匹馬的地方 群體 其實很困難 所以我覺得 在香港這個情況 是沒有的 而內地 他們已經很有系統 去做這件事 而大企業去做 他們有錢 就可以把這些 跨界 跨行業的 組裝在一起 去做 相信是事半功倍的 相信 相信 不敢說一定行 所以 下一集說 香港 要針對香港的優點 亦都要針對香港的弱點 去跟大家說一說 我純粹只說 我做不到 我都是一個 很無助的小企業 很無助的單打獨斗 我認證我自己是一個創作者 但是 或者設計者 我都說沒有創作 其實這世界 所以 內地這件事 是走得很 有優勢 沒得說 所以 在兩地之間 或者我們行業裡的人 如何自處 如何想 中小企業 或者香港企業的老闆 如何走 如何思考 我覺得值得大家 去談吐 去三思 而不是 純粹低頭做 經常都說 低頭做 只是專注 但是 你也要考慮 究竟我們有什麼優勢 或者 不同地方有什麼優勢 自己有什麼優勢 如何去自處 在行業裡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這些不怕分享 因為不是什麼 高明的見解 純粹是 我自己 在行業裡打滾 跌跌碰碰 滾到一面灰 之後得到少少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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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說什麼 好的 看法 純粹是 經驗 所以看到 當我們看到這個情況 一會兒 我就覺得 香港應該要做什麼呢 其實 甚至政府部門 官方呢 都做很多這些 支援 或者支持 其實香港有做的 但會不會做的 會不會做的 做得不中呢 有沒有問過 業內人士 他們需要些什麼 他們最痛在哪裏 我不知道 總之 沒有人問我 香港的政府機構 反過來 我去政府機構敲門 有些人確確確確 我有意見給大家 聽不聽 都會遇到少少好人好事 都會聽一下我的意見 但問題 接下來的意見 是不是真的能夠 變成一些 不要說政策 有人聽到 然後做出來 我都暫時未見 例如講講展覽 接下來的ACG 我會在七月尾就展覽了 當然 這是一個私人的展覽 但是 這個展覽 所有在貿法局 TDC會展中發生的事情 其實都差不多有些 官方的支援 但是 這裏不說 TDC 或者會展的建築物 是怎樣操作 這裏不應該在這裏說 雖然知道少少 但是 究竟傳統的展覽 是不是這樣 香港 現在 我們正在走的展覽 是不是要這樣走呢 其實是拉薩暗絲的 WonderFact 160個品牌 無數的原型師 很擠勇 很好的環境 而香港 我們有多少個品牌呢 雖然我自己公司都會去參展 但是也是很困難的 也是很困難的 不是說 想著賺到 賺到錢 去收錢 真的不是這樣想的 是在想 會不會逼這份呢 會不會 我們叫做 虧錢呢 這樣想的 不是這麼悲觀 但是 力量很微小 所以 是怎樣配合呢 當然主辦商 都很久去做 想了很多方式 我覺得 不是一方面的責任 或者一方面的做得不對 完全不是一模 大家都是行女朋友 好好幫忙 但是 我們怎樣一起去想 跨行業 跨機構 的雜思降益 令到 這個功能更加 運作到 功能 展現到 玩家 市場開心 行業人士 也有用 甚至 賺得到 他應該的利益 或者利益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來 都很想 香港的展覽 是怎樣走呢 多了很多展覽 但我不覺得 多了很多生意 品牌少了 有些品牌 就叫做 退下了 甚至有些 是 不好做了 那 為什麼呢 是不是 是 純粹租金太貴 還是說 市場不夠大 或者市場的 吹捧性很大 即是說 那陣子吹的那些風 那些風 不是那些就沒有了 這個當然 市場我們改變不了 因為由 所有人組成 但是 我們業內人士是怎樣去處理 或者怎樣去配合 其實是值得大家三思 當我們看到內地的優勢 或者他們擁有的東西 雖然他們也不是說 繁繁很完美 很多地方需要去發展 和改善 但是當我們看到 美國、日本 即是國際 香港或者內地的不同的存在 優勢和弱點 我們就知道 究竟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香港的行業 我希望在下一集 跟大家說說 究竟 這個人 或者我 怎樣去看這件事 我 素來 都跟大家說 我也是用了一個 希望正面 很樂觀 很平和的方法 去達自己的意見 希望大家都有興趣看第二集 這一集 先看看 我做每日漏 應該就沒有了 如果大家想看看 究竟我剛才說過什麼 內地的行業 市場 人員 人才 資源 怎樣去發展 或者擁有什麼條件 大家不妨可以看錄影 或者我之後的YouTube 或者Facebook 都可以 因為 真的 用心去準備了 這些部分的資料 當然 一定不是很具娛樂性的 但是我覺得 對行業來講 對自己來講 有個交代 因為我一直都有 很有負擔 所以繼續做這種節目 因為 事實上幾年以來 做 由玩具人開始 到現在 其實這種節目 我覺得 反而是最有意思的 因為 一來 凝聚到一些朋友 和力量 亦都能夠互相交流 發覺有時候 有些事情 真的改變了 不要說改變了 有些是 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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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這些後面皮的人 就不怕 在那裡 包紋龍虎 我就拋磚引力 希望我一些 這麼微小的人 那些 很簡單 普通人 IQ 很平均的人 甚至不是一般的人 去帶出我 這麼多年的 一些 很失敗的經驗 總結了一些 一些經驗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參考 參考 所以其實這幾集 應該是 即是 不靠的 畢業來自多點看 或者是 一起來分享一些意見 我的看法 絕對是很便宜的 但是呢 就是 希望拋鑽引力 也希望有心人看到 一些 譬如 大企業 或者一些政府部門 其實我講香港 看看吧 這方面呢 這是我們的痛處理 我們的痛腳 即是 當 當日本 美國 雖然說 美國說 不要跟政府干預 和參與 但是那個環境氣氛 就是造就一個 很巨型的 Entertainment 的business 現在Entertainment 的business 就是衍生無數的IP 無數的Product 有機會跟大家講 那些 licensee 和 licensee 的關係 很多朋友 仍然有一個 包括我以前人 自己都有一個誤解 licensee 和 licensee 是什麼關係呢 這個 這個儀團 一直存在 在我的腦袋裡面 很多年 最近開始發覺 有一點點 但是 剛剛跟大家分享 授權商 和授權者 的關係 和意義 下一集 我們會說回香港的優點 和我們的 不夠地方 然後說國際的情況 說美國、日本 希望這些節目 不會很好看的 不會太好看的 沒有什麼笑料 也沒有什麼 很爆發性的 一些個人 這樣說的 沒有的 很實在地 一些客觀的觀察 希望 如果你朋友是做玩具的 你不怕他罵你 你就叫他來看看 這個節目 這個傻佬做節目 那 下一集 我希望講香港的部分 那 那 不過 最近幾個旅程 上內地去做一些節目 做一些事情 又看到國際的大師 又看到外國 日本公司的展覽 大在內地 有很多內地公司 內地營私 其實每一次都是 衝擊是很大的 我是香港人做這些事情 究竟我們有什麼 我們做得怎麼樣 好不好 其實 又驚又起 驚的 真是驚 真是驚 很害怕 咦 我們的優勢在哪 那麼 很多 很多事情想 表達一下 還有一個負擔 想做節目 不慘氣了 我是一個弊病來的 去到現在 其實過了三十分鐘就可以了 通常都 控制自己 繼續學習 要精闢 要簡單 雖然有些朋友都喜歡 好像對著朋友聊天 但是 始終要面對現實的效果 就是要做一些精闢的事情 因為 我個人來說 我也很喜歡很多 一些網上的 平台的一些主持人 做得很好 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 完全不是那一班 不過 在玩具業裡面 暫時先試試做 多謝大家收看今晚 接下來會繼續這個 香港 看 真是 年紀老賣 我自己 真的不記得 玩具堂的玩具市場消息 香港收藏品 玩具業的前瞻 第二 就會說回香港 即是從香港角度去看這件事 今次從內地角度去看 再緊要就是從美國和日本角度 即是國際角度去看 因為基本上 不要介意 我覺得基本上都是兩大強角 即做玩具 那麼 日本 美國 第三個是什麼呢 香港 中國 不知道 今晚 希望大家可以早點休息了 明天有充沛的精力上班 做好自己的崗位的事 很多事情我們需要做 但是 做好自己的崗位都是很重要的 好 大家收看 拜拜